当岳云鹏被自闭症儿童认成爸爸后 他下意识的反应让我读懂了他为什么拥有超高国民度 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出自某当综艺 作为嘉宾的岳云鹏和其他几位来到了一所特殊学校 这里的学生大多都是自闭症儿童 岳云鹏需要当作插班生来体验他们的一天 就在岳云鹏刚准备进教室了解情况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冲了过来 拉着他就叫起了爸爸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小岳岳瞬间不知所措 但当看到孩子那充满思念的眼神时 小岳岳意识到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当即就找到老师了解情况 刚才有个小孩一直喊着我说找爸爸找爸爸 听到我心里特别难受 了解完事情的真相后 岳岳沉默了 随即就向老师请了假 打算给孩子们做点什么 能不能就给我点时间我出去一趟 我想给他们买点衣服啊鞋啊 但由于自己的经纪人没在身旁 自己身上也没有钱 岳岳只能打电话跟媳妇要钱 在忙吗 就这样啊我了解到我们下午要带着孩子们去赶集 去赶集我手里没有现金 当然也没在这儿 你一会儿支付给我几千块钱 然后我去凑点现金 我给孩子们买点鞋衣服什么的 拿到资金后 岳岳马不停蹄的就赶往了童装店 给孩子们置办了衣服和鞋子 这让一向毒蛇的惊心都感动不已 看这是小岳岳中午出去给学生孩子买的鞋 哇哇太棒了 学生在吗 对啊 还有鞋 哇太可能 谢谢小岳岳 看到孩子们穿上了新鞋新衣服 岳岳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可尽管如此 岳岳认为自己做的还不够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自闭正儿童 岳岳和其他几位嘉宾一起排练了的情景喜剧 你这个小孩子 怎么那么没有礼貌啊 你怎么可以叫我家小孩子 你家长在哪呢 家长 你家长在哪呢 这小孩家长是谁啊 这小孩 这小孩家长是谁啊 你看看你看看 你们家的小孩把我们家小孩弄成什么样 对不起对不起 明明是对方孩子先动的手 但由于自闭正儿童不会表达 一直被大人冤枉 直到听见金石家说孩子是傻小孩时 岳岳岳彻彻底忍不住了 这看似普通不过的一件事 对于自闭症的儿童来说 或许会造成更大的打击 而台下的父母们看到这一幕 也早已经泪流满面了 所以说岳岳能一直被这么多人喜欢 靠的绝不仅仅是耍尖卖萌 更多的是她的好人品 对待普通人 岳岳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善意 当时她和雷家音互相送礼折磨对方 还在微博上帮她宣传 我当时就给她经纪人那个邮箱 发一条信息 我们能不能用一下这张照片 然后她说你们可以使用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 却直接拯救了十几个家庭 能在大火后依然保持真诚 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她呢 感谢观看